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沖主攻略 今天我們來出外景了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秘密基地 就是陶座坊的生產基地 待會會帶大家去工廠看一下 關於濾杯的生產過程 學長自己會親身來玩一下 體驗一下,這個算是工匠嗎? 對,今天你要來當我的員工 一日員工 一日師傅 然後這邊這一位就是陶座坊的創辦人 大家好 我是陶座坊的創辦人林隆國 叫老師還是叫... 老師就好了 叫老師齁,林老師齁 林老師比較...聽起來比較... 林先生會太嚴肅了 對,林老師 我覺得不錯齁 好,待會那個 林老師就會帶我們去了解一下說 這個陶藝品的製作過程 關於濾杯 那我們先跟大家聊一下關於陶座坊 這麼多年,他說現在幾年了 1983年到現在39年 39年 那原本是做茶具為主 那從茶具然後決定要跨到咖啡 事實上齁 我應該在35年前就喝咖啡了 我們把陶藝帶到茶藝了 對不對 陶座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很多人說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專業 拿來服務咖啡器具市場 然後他的概念上面也是通的 概念以工藝的製作應該差不多 但是我們發現 就是要求的還是不太一樣 咖啡有咖啡的專業 譬如說濾杯就是個專業 那喝茶的小茶壺 那也是個專業 是 所以我覺得做手燈是不是 吻合這個專家的使用 像學長就是專家 對不對 能夠滿足的使用 我覺得這個才是另外一個重點 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會主要跟大家示範的是這個 對不對 對,今天就是 剛剛有講說我做茶器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了360濾杯 那我還是要照顧我的 算是本行 所以360濾杯 除了可以沖泡咖啡以外 另外一個最大的點 就是目前應該市面上 唯一可以沖泡茶葉的 咖啡、濾杯可以同時兼顧茶葉 對,因為它可以開、可以關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調整你的浸泡時間 那種種的要求這樣子 所以今天以這個為主題 然後也是最近淘汰坊的一個 新玩意 那這裡面有一個 今天主要是不好意思 要讓學長辛苦一下 就是要體驗我們磨的 折磨人的味道 就是有一個環節 就是360比較難搞的地方 對 可能會磨死我這樣 的部分 OK 那我們待會就直接進工廠 跟大家聊一下說整個製作過程 然後並且學長會來示範一下 我們當一日工匠囉 OK 那我們就GO囉 OK 那我們到了工廠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整個環境 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那我們待會呢 我們要進行第一個環節 就是關於這個東西對不對 對 好,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那個 那個桃作坊的那個自衣課長 嗯 陳文忠 那我負責的區塊就是我們的自衣的成型跟修整的部分 成型 然後修整 對 然後再把它修整結合成我們一把壺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360綠杯 綠杯 對 那我大致先介紹一下我們的設備好了 好 這邊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打漿桶的部分 打漿桶 那我們會原料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我們的打漿桶 把所有的原料打成泥漿 然後把它密合之後 然後會再抽到上面的高壓桶 這邊高壓桶 對 上面這台高壓桶會經過管線的部分利用壓力 現在看到的這一些管線 嗯 然後把它鑄到我們這個叫做鑄漿槍的部分 鑄漿槍 對 所以像老岩泥或是其他的泥料都是從這個打漿桶裡面 對 做不同的配比 對 不同的配比 然後再去把它混合成我們要的泥漿這樣子 嗯嗯嗯嗯 對 OK 所以現在桃作坊有多少種不同的泥料大改 現在目前我們正在生產的泥料有三種 三種 對 好那這個是 講一下這個吧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看到的石膏膜的部分 因為石膏它有吸水性 嗯 對 所以它可以把我們的泥漿的水分吸掉 嗯嗯 變成我們要的那個胚體 OK 所以這個就是裡面裡面的形狀就是360的形狀 對 沒有錯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OK 好 對 所以這個就是灌進去以後 就是 它就是這個形狀 對 它就是靠這個形狀下去把它 成形起來 了解 然後接下來示範就是我們每日在操作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先把泥漿 先打出來 因為我們會有沖力嘛 所以我們打出來的時候它會有一些產生氣泡 對 那我們這個氣泡的時候我們會 靠著杯子旁邊 有點像我們啤酒一樣 對 不要太多泡泡 對對對不需要太多泡泡 非常像巧克力 對 泥漿超像巧克力 我們再透過我們的字句 這個是底座 對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底座 那像它這種兩孔式的 它這邊有一個透氣孔 所以當我開始鑄漿的時候 它滿的時候它會從另外一個透氣孔跑出來 在 這樣就跑出來 這樣子 灌到這樣 對 就是灌到這樣 那一般像這一種的模具 我們在灌的時候不能壓到底 對 它必須有點騰空 它的漿才跑得下去 因為它沒有像剛剛另外一個有透氣孔的部分 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對 然後這個乾的過程大概是多久 因為它跟我們的天氣有關係 對 它的收焙的時間大概會落在四個小時到五個小時左右 OK 好 就這個流程弄懂了 好 那我們就自己來做一次 好 所以一樣這個 好 不用再補了嗎 對 所以是這個洞 還都可以 都可以 可是我們模具要壓一下 壓一下 對 要把它壓住 因為它會有壓力 了解 這樣子可以 讓它滿出來 對 通常我們都會讓它滿一點 沒關係 對 好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這樣可以 OK 第一次 然後這個 也要有點距離嗎 對 不能到完全貼 有趣 很像巧克力漿 這樣可以嗎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 OK 好 第一個步驟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主體 OK 好 那我們一樣前面先把這個來開 對 先把地底先吹起來 好 底頭 然後呢 是 上面這邊的話可以先給它一點風 讓它脫離 有了 有浮起來了 然後邊邊嘛對不對 先把上蓋拿掉 上蓋拿掉 然後接下來是 然後接下來是從側面這個縫 嗯 對 這個縫隙把風灌進去 好 這邊的話就可以大力一點點 對 是感覺往上浮嗎 對 我看一下它沒有浮起來 還沒有 還沒有 欸 有了 有浮起來了 那它就可以左右 對 喔 有了 OK 然後可以放在旁邊的模具上面 好 這樣 它對 要先側面放 好 然後橡皮筋 對 先把橡皮筋打開 整個拿起來 OK 完成 舒服 不要鼓打不要鼓打 OK 這樣就可以了 OK OK 完成 有點緊張 我怕一百按捏爆了 這個時候的胚體是很軟的 有點軟軟的 對 所以我們在拖的時候都會比較小心 好 好 真的 剛才摸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像是 那個巧克力 有點乾掉的巧克力了 蠻軟的 好 那我們這個主體跟底座我們都搞定了 我們就往下部分做修整 OK 走 那我們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脫模的程序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階段 要進行修整 就是把我們的黑體修整得更完美一點 那我們今天幫我們做示範的是那個修整組的組長美賢 他就會跟大家講一些修整的一些訣竅跟步驟 一開始就是要把那個柱漿孔的把它修掉 嗯 把它修平 嗯 然後再來就是把分模線 哦 這叫翻模線 分模線 分模線 嗯 分模線把它刮 刮平 欸 接下來就放在模子上面定 嗯 欸這個幅度是幹嘛 定中心 定中心 嗯 嗯 上一點水把它拋光 說換你嗎 你知道一下 呵呵呵 好 你要先拿這個 好 那現在換我來做做看 好 先用 這個 嗯 把這個切掉嗎 切掉 對 另外一面 用這面 另一面 哦 哦 這樣 從你從外面 從外面 從外面往裡切 對 對 哦 嘿 好 嗯 他用這個刀子去刮分模線 哦 好 分模線 好 放在上面定中心 好 這我要 踩一下 嗯 對 上水 哪一個 對這個 這一個 嗯 轉 對 好 可以 好 把他刮平嗎 對 平 對 好 轉 對 然後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去洗這邊的分模線 好 這樣 對 洗 哦 外側 好 轉 嗯 OK 好 好 然後用這個 側面 好 直接抓這邊嗎 就是 一個手扶著這邊 好 然後洗這邊 好 嗯 好 轉 嗯 好 嗯 都拿起來 好 洗上面 好 洗上面 用這個 用這個 嗯 OK OK 好 用這個來拋光 這個也嗎 對不對 對 OK OK 嗯 接下來再去 鑽洞 鑽洞 搞定 耶 搞定 好 走 可以齁 嗯 喔 這麼舒服 對 這麼大的鑽洞 這樣就可以了 是要 有點斜斜的嗎 這樣子 平的 平的 平的進去 平的這樣子 往上 往下 拿出來 好 然後呢 手扶在 對 手扶在 手扶在 你的那個 對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好 然後就直接 上去 要手要拿穩 好 會晃嗎 會 對 嗯 OK 有耶 嗯 對 OK 算正常 嗯 有一點點彎 算正常 OK 這樣就修整完了嗎 OK 修正完畢 那我們接下來修一下底座的部分 好 一樣先修這個 嗯 對 先修這個 修平 嗯 修平 就把這個還綿細 嗯 洗平 好 刷一刷 OK 嗯 這個 沾點水 嗯 鑽下去 鑽下去 鑽下去是嗎 用鑽的 鑽的 對 對 洗洞 嗯 OK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吃到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OK 尖的那個頭 尖的那個頭 有 對 這樣齁 海綿棒 洗一洗 對 很多弓耶 不一樣的弓 欸 可以喔 看起來 蠻 圓潤的 嗯 OK 好 就這樣 好 這樣就完成 OK 好 喔 那 底座也 修整完囉 整組 這樣 整組 好 那我們就要 下個步驟囉 謝謝 謝謝你 感謝感謝 那我們經過 修整完以後呢 拿我們這個 就配嘛 對 成品 成品就要拿去 先拿去燒製 然後燒製完後 還有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要研磨嘛 是 那我們這會兒我們請 我們生技的 俊斌 來為我們來示範一下這個 陶座坊 這個老爺爺360 搞死人的一個段落 哈哈 就是研磨的部分 那他這個研磨 基本上他 因為他要 整個算真空的那個狀況 真空 對他必須真空 所以他變說 他的研磨的時間非常的長 研磨時間大概要 30分鐘到50分鐘不等 對對對 就是一組這樣 對要一組 很久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大略說 磨一下 讓學長看一下 嗯 直接我們這個就上我們的 金鋼砂 金鋼砂 對 聽起來就能 對很硬 非常硬 因為陶瓷他溫度上很高 所以他要 用這種金鋼砂部分 一圈 對然後我們就直接上去 嗯 喔 他光他這一段 磨的話大概就要15分鐘了 對 就是要 他等於是說他要先出磨 嗯 出磨 對他要先出磨 然後一直要補 對一直補 一直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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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這個四季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在第一段的時候 他要花很多時間 嗯 等於是 把他破壞 破壞到就是說 有一個樓梯的坎 我就一直加 一直加一直加 都不要停 沒聲音的就要加 對對對 他會有沙沙的 嗯 那我現在接下來這個是 讓我們比較不會疲勞 對 要這樣壓趴 因為這個其實 磨30到50分鐘的時候 其實手會非常的疲勞 嗯 對 那我們一天磨下來其實到後面會沒有力量 對 喔 這就是要讓他這兩個 對 底座跟主體 對 強迫他們剛好mix 對 對對對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 當操作人目前時尚最難磨的 哈哈 對 比擦弧還要難磨 哈哈 對 這個磨這個 這個技術 在擦弧裡面也會有 擦弧 擦弧基本上他 不用到這麼緊密 對 擦弧他不用到這麼緊密 對 擦弧他不用到這麼緊密 那學長要不要來體驗一下 我就從繼續玩你這個就好 對 繼續玩這個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就玩死掉了 對 好那我現在停下來 好 換位 是今天最大的挑戰 呵呵呵 OK 好 所以這已經是突過了 對 那你反過來這樣 這樣 你先這樣拿著 可以這樣拿著 你記憶先長 讓他先動 好你先試一下 那個感覺 喔 就這樣感覺 就這樣 這樣沒聲音了 就可以拿起來 就可以補殺了 好 可以少一點點 好 噢聲音變成大聲 了解 有這種摩擦的東西 對 在裡面 對 在打磨的感覺 然後磨到 壓 你有一點壓的感覺 對我有點壓 再放 再壓 聲音不一樣 當你輕放輕放 一直這樣壓下去的時候 發現他沙沙的 變少的時候 你就要加金剛砂了 了解 對 他才會有那個摩擦力 OK好 這樣就可以再加 對 好 好 噢聲音變得好明顯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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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藉由金剛砂 一直補下去 對 把中間的空隙一直磨到 是 是 他有點密合 很密合 噢真的 我50分鐘手會斷掉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要磨那麼久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真的要完全中鋒非常的難 像我們這個一開始其實在 在做測試的時候其實是 是 根本就磨不出來 後來就是經過大家的一個努力 然後才把它慢慢的 把它研發出來 所以我覺得360應該也算是 越界的一個創集 不說齁 沒有自己做過 我不知道 這個環節這麼難搞 對 這個真的很難 但我們現在才過6分鐘而已 還有30分鐘 而且我技術可能要磨50分鐘 所以這一天 可能 10顆就 一開始 對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一天磨10顆也就5個小時 嗯 所以也很痠 真的 對 你一直磨 一直磨當中 你只要跟他聽 啪啪啪 這代表就是他可能會撞到這邊 嗯 上面 對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鬆的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一直往下磨的時候 代表他會有聲音 就代表他撞到上面 代表我們努力 有成功一半 對 有一點進步 對 這是誰發明這個 這是誰發明的 哈哈哈哈 我們磨了11分鐘了 嗯 這樣現在怎麼感覺怎麼樣 還可以嗎 我們已經磨了25分鐘了 還好嗎 正常來說齁 大概要30分鐘到50分鐘 才磨得完齁 對 那我手已經累了 嗯 所以齁我們就 放棄這個環節 讓摘得來 實在不行了 但是25分鐘已經夠了 哈哈哈哈 那請教老師 我們要磨到什麼程度 才能保證說 確認說他已經是OK 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我們直接試水囉 嗯 直接我們就注 注水下去 7到8分滿 做完水之後 接下來就拿去我們媽錶 好 他等於就是 5秒內他不能滴水 嗯 5秒內沒有滴水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等4分鐘 嗯 4分鐘 但是等4分鐘前耶 我們就可以稍微轉一下 正常 這樣正常對不對 這樣等 這樣子等4分鐘 4分鐘內 假如旁邊 水都沒有流出來的話 那這一顆就正常 就OK了 就完成了 一般是30分鐘到50分鐘 對 我一顆要30到50分鐘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OK謝謝老師 謝謝謝謝 OK好走 就 要把它刻下去 對用力 當然也不用非常用力啦 對 OK 對不對 應該還好吧 可以啊 對對對 Good OK OK 你看吧 不錯喔 這個就 自己磨的 對 這是已經燒好的 對對對 用這個 OK OK 我們剛剛已經算落款 是是是是是 好不容易喔 搞了一個大半天 OK 然後我們經過了那個灌漿 然後 修 修整 修整 然後呢 還要進去燒製啦 燒製完以後 我們還要磨那個 磨死人的那個 磨死人 那個部分嘛 然後今天 非常的開心 總算體驗到了 做綠杯真的不簡單 對 你看你設計的 要做老闆設計的 大概我們師父都不願意做 都受不了 工作人員真的非常的 很好玩 但是也蠻辛苦的 OK 那我們今天覺得非常的開心 來到淘桌房 謝謝 那我們就下個單元再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學長 謝謝 謝謝